台中容总急诊外 等着PCR民众排长龙 为了舒缓大医院核酸检测人潮 台中市与7家诊所合作 推出PCR得来素 工业区内这家诊所 医师直接把看诊跟裁剪动线拉到外头 诊所PCR得来素 必须要先预约 但早上8点多 有不少人已经直接到场排队等 不只有爸爸带着女儿 也有女儿带着家中长辈来做PCR 大部分都是已经在家做过快筛 出现两条线阳性反应 医师问诊后起身 带着民众往后走 隔着一栋式屏风来裁剪 而如果有症状的患者在裁剪过后 医师也会直接给药 但也不是到这里就能PCR 有爸妈带着宝宝到场 又同发烧 已经在大医院做过了PCR 但结果还没出炉 医师强调 爸妈必须要先做过快筛 才能PCR 医师也建议如果买不到试剂 可以到社区快筛站裁剪 而这种筛检一条龙服务 在彰化 县府宣布将有12家医院 陆续建立高风险 确定病例的金色通道 患者裁剪住院评估 诊疗到头药要一次到位 目前彰化医院已经先建立模式 而北部连医副总院长黄鸿梦 确诊后康复了 他在出席活动时鼓励民众 万一确诊无需口慌 像我的话我就只吃了一点药 很快就症状就改善 很快解隔这样 5月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 有民间单位捐赠上百台 总价百万元的穿戴式空气清净器 希望能让在第一线作战的 新冠专则病房护理人员 也能够领染疫 TVBS新闻陈宏 意料广宾陈志仲宏彩伦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